到底他這個動作點下去 他幫你做了什麼事情 那將來其實這些都可以拿來給VBA 加在你想要加的位置上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叫做計算 計算成績 那我這邊有幾個步驟 就是那個聚集的錄製步驟有1到7 也就是說後面的步驟大概你就要記得說 這些步驟是固定的 那比如說原來在多選的上面 其實沒有這個1啦 這個是我自己加上去 也就是說 這個1下面這兩行 基本上就是多選 那以後呢如果你要記得 比如說你要在VBA裡面 加入那個多選的這個功能的話 其實就可以仿照來寫 那這裡的話它其實 觀念上其實也跟前面差不多 就是第一個 序詞 這個序詞指的是工作表 那裡面的話是放什麼 放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的話指的就是 我們有三個工作表 要同時被選取的話 那你三個工作表要一起被選取 那你就必須放個array 這邊一定是array開頭 array的話表示一個陣列 那裡面就放了三個文字 裡面本來只能放一個 比如說國文就國文 那如果說你要同時多選的話 記得就放個陣列 後面加一個.slate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選起來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這三個裡面呢 要以哪一個當成是 你要activate 就是當成要啟用的 三個都選取了 可是呢 哪一個當成啟用的 也就是說呢 你在多選的時候 這三個多選 選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 還是有一個是在最上層的 就是國文 那如果你點一下數學 點這個動作 如果入進去的話 就變成叫什麼 去齒刮虎 數學點activate 有沒有 所以呢 其實slate跟activate很像 但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slate就是選取 那activate是活動的 雖然兩個其實蠻類似的 功能上一般 如果你不是多選的話 其實是一樣的功能 但是如果多選的話 兩個就有差別了 如果你要三個都選取 一個活動的話 那你就要三個選取 三個都slate 一個是activate 再來的話 就是最高的四個 最高四次分數有沒有 那它怎麼下這個語法 就是range i7點slate 意思就是說 游標放上去 然後呢 再加上這個後面的公式 那不過可能有同學 比較容易 不太能夠理解 就是 這個公式它寫的蠻怪的 它怎樣 其實它寫的概念 跟我們之前用VBA輸出公式很像 差別是在哪裡呢 差別是齁 它裡面有個什麼 rc有沒有 rc 然後呢 這邊r c的地方有個負 有沒有 然後呢 還有一個-1 特別注意 這個是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現在的游標是放i7嘛 那 i7的相對位置的意思 r指的是什麼 其實顧名思義藍 r就是指的是列 也就是如果你是同一列的話 那你就後面不用加什麼東西 那c是什麼呢 c是藍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抓到的資料 是-5的話 那表示說 你現在是 基準 0嘛 對不對 如果你是向 欸 向 向左的話 那就是什麼 是負的 向右的話是正的 好 所以 利用這樣的方式可以取得坐標 不過 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方式 我剛開始 呃 也試過啦 不過後來我發現 我決定放棄了 為什麼 因為齁 對於sale來說齁 他的什麼 相對位置他很清楚 但是呢 以人腦來看的話 其實是相當模糊的 所以齁 其實這一行呢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你現在 就是說齁 比如你游標上面的這個 這個上面的公式齁 你也可以 不要是相對位置的寫法 那不要是相對位置的寫法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改